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的福建传政建筑 大多建于传政创办初期 不仅拉开了中国工业静代化序幕 记录了传政先贤追梦历程 更留下了宝贵的传政精神 星火相传 生生不息 5月2号 中兴设计者走进中国传政文化城实地探访 走进传政文化城船厂车间片区 移动欧式两层红砖建筑映入眼帘 这是现存的传政工业遗址中最古老的建筑 楼下是传政制造蒸汽机的车间 实称轮机场 楼上是绘制图纸的场所 实称绘士院 正值五一小长假 前来参观游学的民众络绎不绝 我主要是想让小孩了解一下传政文化 然后我们福州马尾这边的以前的历史 然后还有一些历史人物 这个是中国近现代很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 可以了解很多这个历史阶段的很多内容 确实也学习了很多感受也很深 我们新辈这一块 在科技强国这块 他们真的付出了很多努力 在他们的工作认真的态度 他们的工作的成效都让我要印象深刻 我们这些后辈确实应该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1866年12月23号 在时任敏浙总督左宗棠的倡导和坚持下 福建船政在马尾诞生 开展了舰船厂 造兵舰 制飞机 半学堂 影人才 新海军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活动 培养出严富 萨振兵 詹天佑 邓时昌等一批近现代名人 迈出建立近代海军的第一步 也是在这一年 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法国式大学福建船政学堂成立 面对国门之外的波涛汹涌 打上法国烙印的船政学堂以开放的姿态 引进西方科技 推动交流互建 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 军事 教育 科技 外交 思想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船政实际上也是中法两个大国 就是东西方两个大国交往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 或者说是一个成果 当时一个法国人叫日益格 把这些技术就是从万里之外的欧洲带到了马尾 1877年船政还开创了 就是中国第一次的向欧洲公派留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由日益格带出去的这些留法学生 后来就成为了中国的第一批建船设计的总工程师 也出现了最早的进行中法文化交流的师者 像陈继彤先生 就是向法国人介绍中国文化 用法文写 倒过来把法国文化介绍回中国来 让中国人知道法国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 还包括后面有很多技术工人 所以这批人实际上是为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建设 提供了最早的精英的一批力量 为传承传政文化 近年来 福州市马尾区持续推动中国传政文化城保护修缮项目 2023年1月18号 中国传政文化城核心区开源 不仅将传政作为工业遗产留存 同时发展文化产业 经过古建筑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 传政书局 轮机车间 惠事院等重要工业建筑焕发出新的生机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传政文化城还打造了 中国首个折叠渐进式多维体验剧《醉意传政》 鉴于1975年的机修车间 被改造成折叠渐进式剧场 结合先进的舞台科技与数字技术 通过声光电 舞台机械与演员表演的结合 让观众在沉浸式的体验中 感受传政文化的独特魅力 造船厂搬迁以后 我们在保护修缮的基础上 对遗留在这个片期的这些历史建筑 文保单位 文化遗迹 通过结合它各自的特点 进行了活化利用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里有博物馆 有剧场 有书籍 有展示厅 还有一些就是可以互动的这种装置 相当于说我们是把这个 158年前的这个历史现场 进行了这个还原 让游客在这里可以感受到 船阵的精神 百年前 它的更多的时候的使命 是在做工业品 造船 造飞机 培养人才 那么今天在这片土地上 它仍然在进行着一种生产 那么它今天所生产的 是传达的是一种文化 在表达它的精神 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